下面呢我讲一下太极拳的基本步行 首先是公步 太极拳的公步呢要求身体保持中正 膝关节不超过脚尖 后脚脚尖内扣45度 好 第二个步行 扑步 扑步的动作呢 多以下肢的动作来体现 如单边下肢 一腿全躯 膝关节朝正前方 另一腿脚尖微微内扣 膝关节保持自然登直 身体保持中正 重心由后向前 在阳式太极拳当中呢 须部有两种形式来体现 第一个呢是前脚 以脚掌着地 重心在后腿 半曲 好 大家侧面再看一下 身体保持中正 第二个须部呢是以脚跟着地 脚尖抬起 重心做到后腿 上身依然要保持中正 我们在做步伐练习的时候呢 从起始状态可以脚跟靠拢 脚尖自然舒展45度 双手可以放在腰间 屈膝微微下沉 重心 好 转换到一侧 另外一侧 向正前方 出步 脚跟着地 然后慢慢转换重心 后腿自然舒展 在阳式太极拳 救赛套当中 重心在转换的时候 保持在前腿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身体中心 明显的后座的动作 那么结合我们套子当中的动作呢 我们以倒卷弓的动作来给大家示范 重心保持中正 前腿自然后撤 脚掌着地 重心慢慢转换 到后腿 前腿由脚跟提起 过渡到脚掌 撤步 慢慢过渡到后腿 下面我们介绍第三种步法 侧行步 大家先看我做下示范 屈膝下蹲 左脚向左侧 出步 以脚掌着地 重心慢慢向左侧 转换 右脚以脚跟掀起 脚步 两脚之间要保持一拳的距离 在做的过程当中保持身体的平稳 重心的中正 转换地清零 转换地清零 好 下面呢 我再结合我们套子当中的匀手动作 给大家做下示范 我们从野马分钟起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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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